合作大學 設計這人生當中這塊20年的時間 我一路都是堅持用手繪 我想要的感情跟溫度去把它抒發出來 以前剛出社會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工作是要很嚴肅的一件事情 但是做了設計之後 我覺得工作可以是有溫度 這是一種 我覺得到最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的展現 認識一個業主的時候 從陌生然後了解他的生活背景 了解他的家人 我常常跟我的員工比喻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在設計案子的時候 很像在談戀愛 先聽客戶講一個故事 他的故事裡面一定有很多 他自己對於這個空間 對於他未來房子的想像 有很多的想像還有問題 那我們的工作是聽完他這個故事 然後我們說了一個跟業主共同的故事 這是夢想的一開始 其實甲級營造 老實說他是硬梆梆的 會有甲級營造是因為 用我們的良性跟我們的真誠 去把每一個磚頭 每一個方向去把堆砌起來 蓋了一棟建築 他可以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那所以他是可以榨根的 以後的指寸看得到 這是爺爺蓋的案子 其實弄一個家真的不簡單 從開始泥座啦木座啦上漆等等 一直到完成還要選家具 其實有時候完成的時候 我常常聽到業主講說 還好有你 我覺得弄一個家好累喔 有了你我輕鬆很多 建築師會做強線外面的事情 室內設計師會做強線外面的事情 但是我們跟JD的配合呢 其實我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強線給打破 我們去解決建築跟室內介面的問題 這個設計組畫出來之後 同樣一個平面 不同的施工團隊來繼續做 會有不同的效果 設計施工整個一條龍 全部把它完整性的去 做一個統合的整理 這是這樣的重要性 讓這個夢從一開始到最後 都是完整的被實現出來的 把所有每一個案子 也當作是自己 想要注意的方式 來呈現出我要的東西 不會以價格為考慮 都以我自己想要的方向為考慮 的時候 你就會做出你想要的作品 跟給予你客戶想要的方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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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